印度脏乱差到什么状态 这下子连丹麦大使都受不了了 亲上火线拍摄视频 要狠狠地吐槽一下 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 印度是一个脏乱差的地方 你一进入到印度境内 你就会感觉到空气中 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是的 印度的水污染 空气污染 固体垃圾污染 那是长久存在的 一提起恒河 很多人都会反胃 甚至印度每一个城市周边 都有巨大的垃圾山 成了城市臭味的来源 以往我们都举个例子说 以色列当年研究了一款臭乳蛋 专门应对那些游行的人群 我把这个臭乳蛋一扔 整个空气中 弥漫着非常臭的味道 游行人群就散开了 印度一开始 也引入了这款臭乳蛋 然而做测试的时候 发现 怎么没什么用 这么淡淡的臭味 印度老百姓会忍受不了吗 久入鲍鱼之寺 而不知其袖 印度老百姓 常年闻着他们的臭臭的空气 早就习以为常了 所以 以色列精心研究这个臭乳蛋 在印度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 而且 刚到印度的外国人 简直是忍受不了 这不 前两天 丹麦驻印度大使 发布了一则视频 在视频之中他说 欢迎大家来到绿色环保而肮脏的印度 他拍摄的地点呢 就是丹麦驻印度大使馆的墙外 他说你看没看到 这个地方脏乱差到什么状态了 路本身就不是柏油路 是乡间土路 而且到处都是垃圾啊 这个印度人似乎就没有垃圾站的概念 满大街他们都可以随处的扔垃圾 是的 这个丹麦大使可能刚到印度不太久 他还不了解印度人的生活习惯 随手扔垃圾那算啥呀 人家是随地大小便 所以这才是臭味 骚味的来源呀 当然这则视频发出去之后呢 人家印度官方也要脸啊 新德里当地部门 马上派人过来这个清理垃圾 掩盖臭味 丹麦大使馆外面 好歹清静了一些 但是也有很多印度人说啊 你光治理这么一个地方 治标不治本啊 整个印度那么多城市 很多城市脏乱差到 让人无法忍受的状态 所以呢 印度普通老百姓 希望这位丹麦驻印度大使啊 你能不能多拍点视频啊 把你去的所有地方视频都拍下来 一方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印度到底有多脏乱差 另一方面呢 恐怕只有你拍了这个视频啊 造成了国际影响呢 印度政府才能想到 真得把这个大街清理清理了 当然人家印度人想的还是 不光我清理的目的啊 是我得遮丑 怎么遮丑呢 他们已经请求这位丹麦大使 把这个视频删掉了 当然人家大使也不想惹事 既然你已经把大使馆周边啊 打扫的相对整洁了 所以视频就删掉吧 但问题是 只清洁这一小个地方 它有意义吗 去印度的人 恐怕随时随地 还得忍受那脏乱差与恶劣的气味啊